图片来自123rf.com.cn 两次通信企业科大国顿估值已到百亿 假设去年那起轰动全国 纯杀科学家事件没有发生 郑韶辉曾执掌的杭州云红投资基金 本可以在科大国顿成功IPO后 获得疾风后的投资回报 他持股的九州辽子也有望借此在新三版 迎来新一轮的挂牌市值暴涨 被吹杀威胁的科学家彭承志 也受到了极大冲击 此前他曾立两次科学实业内心 莫瑟浩应用系统总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教授为人所知 去年九月底 兼任科大国顿董事长的彭承志 公开实名举报九州辽子前董事长郑烧辉 前国马东方董事长 政府等人全杀恐吓威胁 提醒公众注意打正辽子旗号 在资本市场上恶意炒作和欺诈的行为 据证券时报 一公司记者了解 合肥时报和区检察院今年宣布四月 以涉嫌寻信资事 对郑烧辉提起了公诉 这场果嫌了中国顶级科学家 逆上市企业 先三半企业和多家A股公司 涉及具合经济利益的行使案件 又可能会在近期开庭审里 历时二十天 正确时报 以公司记者独家采访 那包括双方当事人在内的诸多人士 获得包括分资协议 借款合同 股东会决议等数百页资料 投资方的背景及合作性质 融资宣传 借款激励纠 越是减持 尽管双方各执一词 但事情的始末逐渐浮出水面 一边是科大国顿丘 绿新三板公司借不实宣传 来频繁资本运作 危机行业生态 另一边 则是正少回方面 试图将事件定性为个人恩怨 合作为股东代表与被投企业的摩擦 影响了九州的发展 罗生门般的复杂故事 扣合了中国量子通信行业发展 的每个重要节点 你上市公司和新团队股权激励的普遍难题和投资方 令气炉灶各种插曲 一折射出科研产业化和资本之间的现实困境 垂沙事件或迎庭审核心事件看似简单 2017年9月28日 一方科学家遇上流氓怎么办 我没什么办法 但我可以说出来 的公开信刷屏 彭城之微博长文释出了 因九州量子虚假宣传被揭穿 融资受阻 九州实际控制人正少回或同胜政府等通过电话 短信的多次对彭城之籍团队进行侮辱恐吓 门中还提示 警惕打正量子旗号 在资本市场上恶意炒作和欺诈的行为 量子科学家和监委认识及其家人也受到威胁 在中科大保卫处报案后 去年九月三十日 合肥警方法部通报 以查明有关情况 下一步将对涉案人员依法处理 今年四月 根据刑法 合肥事报合区检察院认为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 充分 检察院宣布向郑烧辉 赃政府等期起公诉 在经历多轮调查取证后 这个被称为量子通信第一案的案件 有望近期开庭审理 今年7月25日 郑烧辉资料九州量子董事长 并将九州量子的控股权转让 给公司四位高管结成的一致行动人 科大国的方面也有变化 这家以攀建委团队使用化量子通信技术 为基础的公司市国内最大的量子通信设备 制造商和量子信息系统服务提供商 去年起开始接受二位账监局 德明首次公开发行 IPO上市辅导 最新的市场股市已达100亿元 2009年 在中科大成果转化 德股列下 潘建委作为创始人和首任董事长 发起设立二会量同几科大国盾前身 未避免复杂 本文统一合并称科大国盾或国盾 是首任董事长和目前持股 1.01%的最大自然人股东 潘建委研究团队中的彭承志 陈曾斌等科学家 当时在国盾都有任职 2009年由彭承志建院公司董事长 科大国盾的总裁 法人代表赵勇 也是中科大毕业 量子研究出身 2013年 国家发开委正式启动建设前工理 光线量子通信股干往工程情股干线 当年年底 为落实浙江省政府 关于量子通信技术落户杭州的指示 浙江省科技厅带领浙江国际贸易集团 下车国贸集团 相关领导到阿辉进行考察沟通 集团旗下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下车国贸东方 与科大国盾掐谈 量子通信产业化合作事宜 实践国贸东方总经理的郑韶辉 此前曾任吉利控不懂议 德邦政权副总裁等 有十多年的资本运作经验 当政府当时是国贸东方董事 和郑韶辉合作无间 至此 垂沙科学家故事中的关键人物 悉数登场 2013年底见面后 2014年2月 郑韶辉作为国贸东方总经理 和科大国贸总裁赵勇签订合作备忘录 当年6月双方正式明确合作路线 敲定通过资本运作 在量子通信产业化上 进行全面合作 一切看似有条不紊 2015年5月 由国贸东方参股的杭州云红投资 合伙企业 以下检测杭州云红 按约完成分资入股 成为持股 科大国盾5.83%的股东 当年9月 科大国盾完成整体改制更名 2016年2月 国贸东方控制的赵富投资 也完成了对国盾的增资 具体的增资协议中 云红投资方面 的签字合伙人代表是郑韶辉 林锡人为赞政府 查学工商信息 杭州云红是由杭州堆形投资 任职行合伙人 再向上追溯穿透 当时世界控制堆形投资的是郑韶辉 赞政府等四位自然人 赵富投资由这家东方控股28.22% 却由国资相对控股 从如何定性双方的合作 到最终引发纯杀事件的根本原因 双方分析的货根 几乎从合作出期就已经来下 投资背景之正正烧灰 在接受正确时报 一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自2008年在中科大 上海研究院在植杜博士 与潘建伟相识 并关注量子通信的产业化 这将审核中科大 潘建伟团队的合作 也由他牵线促成 不过 正确时报 一公司记者 通过潘建伟身边人士 向其求证双方 2009年前就任时等细节时 潘建伟微信回应 绝不可能 科大国顿总裁赵勇 把双方的助手划定在2013年底 当时公司做技术OK 但市场开拓上是短板 正稍会在资本运作 市场上更有经验 而且国贸方面带来这么大订单 当时觉得挺好 回顾 2014年6月由国贸东方和科大国顿 正式签订了协议 双方的全面合作 包括股权和业务两层面 首先 由国贸东方或其指定机构向国顿增资 国顿投钱总体估值为19.5亿元 国贸东方方面预期持股10%到15 国顿的管理层及新老股东 将全力推进公司IPO进程 争取2016年起交材料 2017年完成上市 业务上 国贸东方在浙江省注册一家名为浙江神州量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神州网络的公司 开展浙江量子保密通信雇网建设 运营 神州网络将向科大国顿采购总价不低于1.5亿元的量子通信设备 等产品 科大国顿支持神州网络等参与国家量子通信南北干线的运营和商业化 并且科大国顿计划和神州网络合资成立一家移动量子 将量子技术应用到移动通信 支付上考虑到潘建卫出生于浙江 国贸集团又是浙江省国资全资控股的大型国企 在科大国顿方面看来 这场合作起初带有加速产业化的壮志和几分相情色彩 而国资的背书则是加分相 在2014年9月 国贸集团想实验浙江省长李强 必将为一本关于量子通信项目工作的汇报 其中谈到 国贸集团通过与潘建卫院士为首的量子通信技术 及产业化研发团队进行沟通 交流 最终实现量子通信项目落户这家 其中神州网络被定位为量子通信技术 在浙江上落地的平台 前里由潘建卫团队中的陈曾斌教授 担任该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但是后复盘 在一系列复杂的股权架构 和相似的公司名称下 在东方国贸参股科大国顿的两支基金中 杭州云红徐集邮正韶辉 藏政府等控制 而采购科大国顿设备的 也是正韶辉控制下的公司 2015年10月 科大国多河岸约设立的神州网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约定神州网络将组建运营公司 建设行户量子商用干线 集户行干线 就在当月 郑韶辉也控制了光纤产业 的同乡都非通信公司 目前已更名为九州量子 正个人持股61.7% 2015年11月 由郑韶辉担任董事长的神州网络 与都非通信共同成立了 浙江神州量子通信技术有 显控制神州量通 并通过新成立的神州量通 宇科大国顿签订采购合同 采购量子通信相关设备和服务 都非通信控股神州量通 百分之五十一 神州网络持股百分之三十七点二次 同乡科创持股百分之十一点七 郑韶辉否认双方在是否国资背景 尚有认知差异 国贸东方本来就是浙江东方联合银伦股份 堆行投资共同八起 设立的产业投资 科资产管理专业运作平台 与国盾接触时 国贸东方本身就是由自己主导的市场化投资机构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从2015年到2016年5月 他和科大国盾团队 对于护行感谢规划 建设运营的一系列微信讨论和短信往来 我从国贸离之后 2015年6月 和国盾在业务上的交流 才完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郑韶辉出具的最后一则证明的时间 停留在2016年5月 是他与陈曾斌教授微信商量 都非通信的更名 这和赵勇的说法也不冲突 多位科大国盾钢管声称 直至2016年8月 由郑韶辉控制的都非通信 更名为九州量子 挂牌成为先三版量子第一股 作为九州量子控股子公司的神州量通 与科大国盾的行户量子商用该线项目 一期 采购合同被披露 公司才获悉郑韶辉 早在2015年6月 就完全从国贸东方辞职 国盾与向官方的合作和浙江国司 并无关系 而九州量子也不光做量子通信网络运营 后知后觉的国盾 后来在向阿辉省政监局汇报时程 与神州量通等方面的合作 实质上是郑韶辉用担任国贸东方总经理的便利 窃取了国贸集团与本公司 在量子查验上进行合作的成果 记者就窃取成果 等合作相关事项 制定和短信国贸集团及国贸东方 但截至发稿 国贸方面尚未回复 谁都想赐利模糊 郑韶辉和国盾方面就国贸被紧合合作性质拉锯 本质上是为了郑韶辉 并且卢造成立九州量子 并在新三版上进行系列融资宣传 十元与科大团队的合理性章较劲 翻开科大国盾与神州网络 神州量通签约的两份合同 神州网络和神州量通两公司 的授权代表都是夏从俊 夏从俊刚好与判建委团队的陈曾斌教授 是中科大同班同学 陈曾斌曾经在合作一时担当重要角色 是本案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是科大国盾的发起人股东 和判建委团队主力成员 在九州相关坊 除了拟任神州网络首席科学家 并通过合伙企业行周主 预持古神州网络案 陈曾斌此前还短暂就职九州量子的董事 在接领未出席董事会后 于2016年9月 因个人原因辞职 此间的2016年7月 九州量子披露 女兽让陈曾斌和刘配所持有 当行者卓宇51%的份额 从而参顾神州网络 但最后 无疾而终 在收报正确时报 一公司记者采访提高后 陈曾斌已多年不参与公司事务 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没有挽聚了回顾往事 多位来自中科大方面的信员告诉记者 陈曾斌教授确实有段时间和国顿团队有隔阂 与正稍会走得比较近 但最后还是与正分道扬镳 公司团队间的合作 必然以公司的名义来进行 科大国顿总裁赵勇 向正确时报 一公司记者声明 陈曾斌与九州方面的合作 谨示陈曾斌对个人的行为 各方说法虽不同 但显示出到了2016年 在量子通信行业 高速发展的大形势下 科大国顿合作方中自立模糊 独创江湖的势头 为了维持公司稳定 2016年1月30日 科大国顿股东集合心团队 在上海签订了一份 护航上市工作协议 不擅自设立 与领域科大国顿 从事有竞争业务 的量子通信企业 维护国顿权益 护航其IPO上市工作 早年曾帮助国顿开拓市场的 自然人股东彭请玉 必时已开始和三立式合作 六任凤凰研究院院长 他并未在倒架护航协议上签字 陈曾斌当时也没有签字 最近的公告显示 彭请玉 三立式和陈曾斌的学生富瑶合作 成立了一家如半量子 但郑韶辉在协议上签字了 这次会议吉尔显示 国顿各其他股东 表态支持护航干线建设 建议郑韶辉方面加强与其他股东 公司之间的沟通协作 此时郑韶辉已经沿线三板融资 和国顿其他股东起了第一次摩擦 2016年1月25日 苛代国顿一位自然人股东 获得了都非通信的新三板融资方案 并转发至股东群 融资方案中陈曾斌是都非通信首席科学家 的表述引发强烈反应 郑韶辉认为 他在2016年初的解释 获得了潘建伟团队的默许 1月30日 他签下了保驾护航协议 能说明自己没有擅自行动 陈曾斌在九州的任职和参股神州网络 说明九州量子和国顿团队却有合作 而且能策证出九州量子先翻版 上市独立进行资本跃作 开始时盘建委及其团队完全知情甚至赞成 我们对郑韶辉做量子通信网络运营的没有意义 赵勇说 2016年7月底 都被通信变更营业范围 从透镜光线相关业务 不仅增加了量子通信网络电视及运营 还开始从事量子通信设备研发及生产 与科大国顿业务高度重合 国顿认为郑韶辉控制的基金持股在5%以上 已经达到了IPO审核 是同业竞争的核查范围 2016年8月 都被通信更名为九州量子 挂牌成为先三版量子第一股 并导演出市值最高接近296亿元的神话 交锋虚假宣传 郑韶辉的九州量子资本运作上不遗余力 正确时报 一公司记者获得的录音材料等显示 2016年7月九州量子 在上海经贸大厦的录音广告中 打出了2016年两亿加四亿净利润 对赌神州量子计划创业版上市 2017年末不低约81次支队赌等标语 并标出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字样 2015年在量子通信领域 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 正是中科大团队 九州资料原演经过量子通信 该是2016年将建成 世界首科量子卫星将巴社 科大国顿和阿里巴巴的云量子等 还有文章称 科大国顿和稳签量子 受制于国企体制无法上市 九州量子是国内掌握量子通信核心设备 生产研发能力的三大公司的唯一希望 这些资料不断经由投资圈人士和股东转发的科大国顿 在内部激起轩然大波 不断有人问我们 是不是九州是我们的科学家出去或者合作 设立的一家新公司 赵勇说 科大控股担心 假设打之中科大招牌资本运作 而最后一地鸡毛 对科大名誉会不会造成损害 2016年8月 科大国顿开始向九州量子沟通和交涉 要求给予中科大和科大国顿回复和道歉 当年9月30日 科大国顿正式发函 列举五项事实 要求九州量子就相关误导性宣传书面致歉 科大国顿在2016年10月9日 得到了落款人为正韶辉的回复 该回韩周称 九州量子通过采购设备 科科大国顿 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但九州量子和中科大 谈建委团队却信不存在合作关系 承诺九州此前不当 使用相关资源的行为 九州量子承认陈增兵并非公司首席科学家 依托国家自然科 学艺等奖获得者及其团队 的宣传说法有误导之嫌 表示建议 使用科大国顿创始团队筹备 负负责人 这样的表述也和事事不符 此外 针对九州在融资宣传材料中 使用科大国顿的产品图样 郑韶辉称 已经严肃批评了有关责任的人 郑韶辉向正确时报 一公司记者表示 上述由当政府转交给科大国顿有关施假宣传 得致欠信被基本人签字 他强调九州量子从来没有在公开宣传报道中出现过上述情况 外界流传转发的九州量子路眼材料也不能排除被修改 国顿内部对于九州的关系也有不同看法 不乏从何谓贵角度考虑的 认为与股东之间没必要闹僵 有接近彭承志的人说 身为董事长的彭吉利主张 终止与九州的一切合作 坚持我们不阻拦 也没资格阻拦别人发展量子通信 但九州量子进行虚假宣传 并侵害科大国顿的合法利益 是无法让科大国顿接受 从2015年秋天 正稍会收购都被通信 但2016年10月前后一年的监督里 正稍会和国顿方面逐步走向正式分裂 9月底 陈曾斌从九州量子辞职 国顿开始就虚假宣传 向九州量子反复交涉 并在护航感线约定的手机采购完成后 逐步停止了业务合作 几乎同时 正稍会控制的杭州云红 开始以涉嫌国资流失等为理由 向鹏城之个人追讨千万元借款 借款三十二零零万股权激利 假设能预养行业的发展速度和股东关系的变化 科大国顿不会再让核心团队股权激利和股东增资入股的平行线出信交汇 这比在投好眼里可以理解 伟大方面股权激利的管理层增资 让外界有点困惑 但作为一家高效背景的科技企业 科大国顿的股权激利非常有代表性 早在2010年科大国顿股东大会上 公司决定为核心技术团队提供股权激利 行权价格6.5元每股 2014年3月 科大国顿股东大会纪要显示 公司临时两年以上与例情况下 公司累计净利润达到1亿元以上 有关人员行权资金3234万元 由公司股东或公司提供 或由公司商请相关方 包括你眼睛的新股东 以借款方式提供 科大国顿的财务总监 当时对向股东借款激利的方案持不同意见 他认为 管理层可以按照常规方式自偷摇摆 走你上市企业在IPO申报前 开展的和新团队的常见激利方式 如果实在没有钱 团队成员可以自己个人贷款等方式筹资 若3234万元行权资金 由国顿直接提供 考虑到交税等因素 对2014年公司 本身的现金情况影响较大 几经升却后 科大国顿仍决定向股东 借款的方式去献股权激利 且把增资价格定在2010年6.5元美股上 这是科大国顿在当时天使轮投资时的价格 2014年正市政 韶辉主党的东方国贸和科大国顿接触初期 当年8月 杭州云红与科大国顿签订了第一本增资协议书 原定期以1.225亿元任教科大国顿 新增245万元注册资本 立价增资为50元美股 首期8,575万元资金 是在9月30日前支付 本来是计划下一位北京的股东方借钱的 但对方最后没参与增资 赵永和正韶辉都认可 云红投资是因缘忌讳 成为了股东借款吧 云红投资对科大国顿的投资因而也出现了调整 正是为解决核心人员入股资金问题 2014年9月10日 杭州云红与科大国顿的核心人员 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 约定杭州云红向彭城之等9名自然员 提供无锡借款3234万元 借款协议显示 杭州云红自然 将彭城之等9人提供借款 以鼓励其为科大国顿的发价 做出长期持续的贡献 该笔无锡借款从2014年9月10日开始 将在下列条件之一 达成是豁免借款人的还款义务 国顿在国内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挂牌上市交易 或国顿设议以来累计净利润达到1.7亿元 银行流水显示 借款协议签订后 2014年9月 杭州云红按第一半出资协议的约定 向科大国顿银行账户汇去首期资金 12月16日 合计3234万元 则资金又从国顿的账户上 转回给杭州云红 当天 杭州云红把这笔借款打 入了国顿核心团队的个人银行账户 腾城之代表技术团队 招勇代表管理团队分别收到了1,170万元 1,742万元借款 另有322万元借款 进入了康勤玉的一行账户 因此 2015年2月 杭州云红与科大国顿 签订了第二份分资协议书 向科大国顿新增245万元注册资本的对价 被调整至9,016万元 等于增资较被调低 成了36.8元美股 和元1.225亿元差出的3234万元 就是借给了核心团队作为了增资款 于是又有了第四份协议 由郑韶辉提供的股权投资补充协议显示 2014年8月的旧协议无效 改为2015年2月5日 签订了新协议 郑韶辉把四份协议 趁之为真协议和假协议 并把和科大国顿方的矛盾之一 科大国顿被定性被国有控股公司 当年我向管理层借款的行为 可能设计科大国顿的国有资产流失 造成职务犯罪 根据郑韶辉的说法 他从2016年1月 起开始向彭承智追要这笔借款 他没有解释为何追款 紧针对彭承智 赵勇等当年同时向云红借款的其他成员 其表示 至今未收到正少回方面的还款要求 是否造成国资流失 如果股东自愿 可以理解 为这笔借款是该股东单方面 对管理团队实施了股权激励 谭吉克大国顿的借款操作 南方一架大型投行资深宝弹 向正确时报一公司记者表示 类似情况并不罕见 管理团队向股东借钱增资 确实有合规风险 但是如果这家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 那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 除上述保健人外 华东区域的资深律师 来自上海的职业投资人 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他们认为 由于科大国顿在2017年6月 已经达成了借款协议中的盈利1.7亿元的债务豁免条件 杭州云红向科大国顿提供的借款债务目前资源消灭 并且 科大国顿核心团队主动向国资方面付出800多万元的现金 作为核心团队借款 造成云红投资出资额变化的不长 在郑韶辉方面和国顿方面 借款事件在两种话语体系 呈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的故事 其点和结果也并不相同 郑韶辉对包括正确时报 一公司记者在内的媒体称 他从2016年1月起找彭承智抹平借款 双方还发生了争执 在2016年10月4日 云红投资向彭承智个人发律师 当政府发短信给彭 军程2014年9月10日的借款 是以拖延办理增级手续铁铺的 要求彭承智再次日归还 赶入其个人账户 第1742万元借款过提出还款计划 否则将向人民法院起诉 向纪委和检察机关举报 可待国顿出示的证据显示 郑韶辉当政府在2016年10月前 从未向彭承智谈到要钱 反而是在2016年9月底 邀请彭承智国庆期间 在上海过整杭州小聚 但都被彭承智拒绝了 10月4日 彭承智第一次被要求还款 他回应举报 很愿意向组织说明情况 10月7日 各大国顿以公司名义 包含明确 彭承智等人与云洪投资签订的借款协议 和3234万元借款式公司决定 不是利用植物质变新占公司财产或收受贵方财务 相关手续及资本阅作而要求正常办理 也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2016年10月18日 杭州云洪金两次交涉 后就彭承智借款事项 回复科大国顿 现确认 贵方被故意拖延 办理我方入股手设行 或我方借款 该借款系各方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 同意遵守此前的借款协议 前述宝贷和律师告诉记者 借款机率涉及到国有企业相对复杂 但只要包括国资在内的股东全部同意 出去了同意盘就不影响上市 不涉及职务侵占 社会等 国顿认为催款只是由头 再确认股东方对借款无意义 事件就已经结束 为了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 2016年10月18日 在九州两次主导的护航干线 这将的开通 记守见量子信息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上赵勇作为科大国顿总裁出席的活动 全杀事件余波不平 郑韶辉并没有向媒体提及云红在2016年10月18日 确认平等资源的借款事宜 他把整个借款纠纷的终点 画在了全杀事件上 2017年7月10日 九州量子官方微信号发文 宣称故航干线利用已有的光线管道资源 铺设量子光线 中间设置彭埔 同乡 加星 大杠 曹和晶 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等六个中计站 上海端的介入位于国家量子保密通信 金户盖线上海输牛点 必时九州风投正盛 作为一家新三板基础层挂牌企业 九州量子股价最高达到45人每股 市值冲上了167.92亿元 高于不少主板公司 与此同时 九州量子的新一轮融资计划 在投资圈里开始流传 这一次的融资目标是15亿元 这次是中科大出面 2017年7月18日 19日 中科大上海研究院官方声明 中科大上海研究院 从未设置所谓护航干线的中计站 未遇所谓护航干线发生资本 业务往来与合作 正少辉回避盘论到19州量子 是否在筹划融资 即是否因为中科大方面的澄清而未能成功 他说 将中科大上海研究院 潜入是工作人员失误 九州本身已经积累了瑞士科学家 孙原文天廖子总经理赵一波为主的研发团队 无需从中科大团队的热点 9月28日晚间 在发律师函要求郑韶辉等盗窃 并被拒绝后 彭承之微博公开了郑韶辉威协 要权杀妻子女的情况 引发轩然大波 今年4月 合肥市报合区检察院宣布向郑韶辉 赃政府等提起公诉 这一次 科大国段没有再迟缓 多重压力下 杭州云红在今年上半年退出科大国段 有参与接盘的创投机构投资经理 向益公司记者透露 杭州云红的退出价格为130元每股 投资收益还算不错 这件事对彭承之和公司的影响很大 2017年以前 他的重心 主要放在工坚高端科研上 埋头做了十多年 量子物理研究 后来逐渐更多的关心起公司的管理运营 一些与国段有合作的相关人士评价说 彭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 刀杆火烂 一位曾在九州量子认知的人士则告诉一公司记者 郑少辉平常看上去挺斯文的 他不想深谈与这场纠葛相关的事情 一方面是量子产业事关重大 另一方面 事情太复杂了 加在漩涡里太难受了 六名中科大及九州量子 有焦急的人士都要求明明接受记者的采访要求 目前和三立氏合作的彭请欲 一听记者提起国断 九州四次 作为当年借款方之一 获得股权激励 让他匆匆挂断电话 不要问我 我是左军名融合的 这 铁和我没有关系 郑少辉多次强调 对潘建伟等巨额套现 的不满 也导致了纯杀威胁现本 国段的回应 身为中科大副校长 根据组织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 潘建伟需转让习与国段 成立初期 以教授身份用现金出资所获得的部分股份 已经按规定将相关事实 向中科大 集商集组织报备 不回首2014年 除了入股科大国段 双方限定的合作战略 基本都明明落地 计划合资的移动公司也没有设立 基础研究重大技术研究成果转化要怎么走 科技企业在利用资本的过程 正如和合资本共处 依然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今年来越港澳大湾区在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 科技创新带动资源集聚等方面着力颇多 创新机制 产业升级 人才引流 协同巴价等带来了多方面的机遇 相应的 人工智能 人才负能 正深刻的影响着商界步伐 2018年10月18到19日 英雄将在深圳举办引擎引领 2018大湾区国际科创峰会 的替集合智能制造 智能产品 智慧城市 智慧安防 智慧交通等一种热点问题展开探讨 分析科技创新未来趋势 谈点技术革命下的发展契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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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